詞曲 李宗盛 剛午安好 那其實我們在談這個所謂的會長 他的一個探竹機的一個談場 我想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而且為什麼業者非做不可 那事實上剛剛前面我們這個陳副執行長 他其實已經給我們拋了磚 那麼其實我們剛剛我們的陳副執行長 一直在談的是一個思想變革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來談這樣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其實這幾天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一些國際上的新聞 美國甚至於連這些明星、隱星 都已經直接也跟著跳出來了 就是為了這個今年度的這個聯合國的COVE回憶 開始了一些女兒生的運動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他們希望今年的聯合國 不要只是什麼 口號應該要有什麼 行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訴求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發現這個氣候變遷 的話這件事情 他是真正一直持續在發生 忠實以前很多人不信 但現在大家不信 我有特別注意看了一下 今天是農曆的秋分 那今年因為是潤九月 所以很多人說到現在還熱的是很正常 老祖宗的智慧啊 因為潤九月嘛 可是今天已經秋分 明天呢是第二個潤九月的九月一號 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到秋以來 完全沒有 溫度很高 而且今年六到八月的這個平均高溫 是就地球人類有溫度紀錄的歷史以來的 最高溫的一個平均高溫的時間 那這樣的一個地球暖化的現象呢 其實在過往我們都知道 它事實上是一個正常的歷史循環 它並不是一個特別的變異 只不過近代這幾十年呢 因為人類呢 比較過度的這個工業的一個革命的開發 那麼燃燒了很多的這個大量的化石燃料 那麼裡頭所排放的一些溫室氣體 它會對這個太陽所照下來這些輻射熱 有更多的一些放熱的反應 所以極速加深了地球溫度的升溫 那事實上為什麼會有正負兩度C這個議題 為什麼是要正兩度C 為什麼是要負兩度C 因為在1990年初期聯合國的研究報告裡面發現 如果人類的這個地球 我們整個地球的平均溫度 比當時的1990年代初期的溫度 要再高兩度左右的話 事實上整個地球就不適合人類生存 所以它其實面臨的是 每一個人類的什麼永續問題 不僅僅只是企業的永續問題 因為我們過往在講永續很多的組織 很多的產業都會認為 這個是一個道德勸說 你跟我講這麼多 我覺得環保議題就是環保議題 每一次都是說說的就算 但這一次呢 我們是真的要開始來正式地面對它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萬貿協會 他們會開始去推展這個 所謂的這個會展和主機的一個盤查 因為會展其實它是一個business 它不是一個政府的活動 那剛剛前面我們這個陳副執行長 也介紹了這個日本 他們的這個EcoPrada的這個展覽裡面 他們相關的一些展示 可是我們回來深思我們自己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看到了什麼 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們又學習到了什麼 那我昨天呢在一個染整頁 而且它是一個小的公司 我覺得雖然它規模很小 可是它做得很好 因為它已經正在做一個動作 明年ISO1400改版裡面 所新增加的一個訴求 什麼訴求 在明年的新把的ISO14001的改版裡頭 它開始要組織 重新真真切切的再重新認識自己 哪一個公司不認識自己 我的公司是做什麼的 我每年的營業多少 我有多少的利潤 我賺了多少的錢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重點它要大家能夠真真切切的 去重新省思 現在你的企業所處的 面臨的環境是什麼樣的環境 而這樣的環境裡面 你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這樣的風險裡頭只有風險嗎 我們除了找出方法來面對這些風險 處理這些風險以外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可以讓我們的公司去做一些突破 好 那昨天我在這個染整廠 這個小廠裡面 我就看到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他們其實在大概五六年前 他們投資了一百多萬去做一件事 那剛剛也有先進問到啦 那政府做了什麼 其實它這個案例裡面 就告訴我們政府做了什麼 他們去申請一個科專 我們知道我們在工廠裡面 有很多的尾斷的一些余熱的回收 我們看了很多 可是它的余熱的回收 是從它的廢水回收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燃整液它的這個燃機 它是需要高溫的 所以它那個廢水出來的溫度很高 那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要排放的廢水 它的水溫一定要降到某個標準以下 所以第一個 它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廢水的溫度降低 那很多人的做法是怎麼樣 就是想辦法讓它就散熱啊 用冷水再去沖淡細室啊 或者是其他方式 可是呢 他們投資了一百多萬 從這個廢水的溫度裡面 把這個余熱回收 回收來做什麼 回收來去加熱 他們在這個一般的水 要進到鍋爐前的這個水的升溫 因為當我把要進到鍋爐的 這些水的溫度升高以後 那麼它再加熱的燃料就會怎麼樣 減少 好 各位你去想喔 在五年前那個時候燃料 還不像現在這麼貴對不對 就它這麼一個小小的燃整廠 投資一百多萬對它來講是很痛的 因為那個成本是很高的 可是時至今日 他好高興喔 為什麼 因為燃料大漲啊 他因為這樣省下的燃料的成本 遠超乎於他當初所投資的成本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他又從這個過程裡面 去找到另外一個機會 什麼樣的機會呢 他們現在正在主推一種布 叫做超涼感布 那你超涼感布有沒有市場 有 因為現在天氣熱得要死嘛 大家都很希望我可以能夠舒服一點 那如果我們的人體感溫 覺得是比較舒適比較涼快的 你的冷氣要不要一直吹 冷氣就比較不用需要這樣一直吹啊 那冷氣呢 你的溫度呢 當然就可以像剛剛我們前面 余志行當講的 可以把它設定在幾度 26度以上 對不對 設定在26度以上以後呢 你的電是不是就省下來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循環 而且是一個重新思考 那再講一個 我們剛剛前面 陳副執行長他其實在這個將近10年前 歐盟呢 W-TRAPLEE跟ROS指定出來的時候 他是一路陪著產業 陪著我們 協助我們一路成長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在產業 在電子鏈裡頭 那個時候啦 大家都昏頭了 什麼 鉛的含量 隔的含量 PVB的含量都要在某個標準值以下 在10年前 哪個東西只要是漢習的裡面沒有簽 都有啊 從我的小時候 我們就知道只要是漢習一定有含簽 而且簽的成分很高 可是因為歐盟這樣的一個指令出來 無間製程出來了 大家就不接受 接受 不接受怎麼辦 就像SOMI一樣 他的這個CAPEL縣 他的那時候是PS2啊 在荷蘭海關被查到 裡面的韓隔量超標 他被法律利益很高的金額 所以呢 他就開始要求他所有的供應鏈 真正切切 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 管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過程也就是我們整個的一個世代 整個的一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變 不論是自然的因素的改變 或是人為因素的改變 這都讓我們在企業經營的時候 面臨了一些新的問題 而這些新的問題我們要怎麼來應對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在談綠色會展 事實上應該要去談的更大的一個面向是 你的風險管理 你的永續經營的程度裡面 你對你所面臨的風險 你有多大的認知 你又控管了多少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今天來談 這個所謂的綠色會展 他有一個很真正正切的意義 所以我跟我的這位老朋友 也不約而同的 首先呢 就先從這個日本的這個 ITO Parla這個展覽開始來跟各位談 那整個佛記上其實他的這個展覽是全球第一個 第一個執行這個所謂的會展探局是盤查的 那他當時在2008年開始來執行的時候 事實上那時候PASS 2050的這個標準 才剛剛準備要被發行公告嘛 所以他其實很快 所以他當時呢 引用的是所謂的生命週期的標準 ISO14044 那當時我現在呢 因為他從2008年開始每年都在做盤查 那我只是把2011跟2012這兩年的資料呢 拉出來 給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麼他的攤位數呢 跟等一下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這個國內已經執行過盤查的這個規模來說 相較是比較小的 但是各位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展覽的這個內容裡頭 剛剛我們陳副指揚已經介紹了很多 這塊我在追求 這裡面很多就是我們剛剛所提的 你要開始重新思考 你要改變你的思路 那整個展覽的期間呢 每年都是三天 可是他們跟我們唯一不一樣的是 他們這樣的碳足跡的盤查是選定某個展覽 每年執行盤查 而且每年去做比較 他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在每年盤查完了以後 我到底有什麼可改善的地方 那至於實際改善的這個行動啊 方案啊 Project 剛剛我們這個陳副指揚大概有帶了一下 各位可以去參考他的講義 我們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特別去介紹 那他們在數據的收集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的展覽大同小異 都是把這個主辦單位所印製的這個 印刷品廣告相關的人員 還有清掃 以及這個會展前的一些準備活動 包括會展過程裡面的這一些空調照明 飛機屋老師用的水等等都把他盤進來了 那包括參展者的這一些住宿啦 服裝 還有甚至餐飲他也都涵蓋在裡頭 然後參觀人員的交通 餐飲也都把他涵蓋進來 那另外呢 他們整個 對不起 比較難 也不是因為我最近很忙 這個月到下個月那個研討會很多 我趕不及沒有幫各位做成中文翻譯 不過我大概跟大家稍微解說一下 他從2008年就開始了 那他整個就是這個展覽的主要的承辦 然後呢 還有他們日本的這個產業環境管理協會 以及日本經濟的新聞社 他們這三個單位為主辦 成立了一個執行委員會 那而且呢 他們就是針對整個10年來 所辦理的這個展覽呢 他們也做了一個 所謂的檢討的委員會 那會把這個整個執行的過程呢 去做一個相關的一個檢討 那所以他的整個的調查呢 他是委託給這個日本東京都市大學 他的一個執行研究室 這個是一個教授 委託給他們開始去做相關的數據的收集、評估、計算跟報告 那最重要的就是 依據收集進來的這些數據 去算出整個的一個排放量 那最後呢 結果呢 他們再來做成一個檢討報告 那這個大概是他的一個整個的流程 那這個是他們從2008年開始 一直到2012年為止 每年盤查的一個結果 裡頭包括會場本身 然後呢 包括這個來參觀的人員 那麼還有呢 就是你的主辦單位 以及呢 參展的這些的廠商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參展的廠商啊 他的一個排放量佔比呢 是比例最高的 佔了大概一半左右 那另外呢 我們來參觀的人員喔 他們的一個排放量佔比也不小啊 也很高 也很高 而且你要知道喔 日本東京的交通非常方便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過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去參觀的人 還叫計程車 比例大概很低啦 都是會做他們的這個環狀的這個交通的運輸的網絡 所以你看喔 縱使他們這麼樣的一個便利的 一個交通網 可是呢 來參觀人員的這些 移動的這些排放啊 還有住宿等等 所產生的攤足跡 他的佔比一樣 佔了將近大概有四分之一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 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需要去思考 將來我們在台灣辦相關展覽的時候 可以來怎麼樣 就像剛剛那位先進講 有沒有怎麼樣可以給一些incentive 讓來參觀的人員 在交通 在住宿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一個碳度也產生是更低的喔 那但是喔 在這裡面喔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他們從2008開始 他最後的這個盤出來的這個排放量喔 2008是第一年吧 然後2009呢 有稍微略高了一點 但是2010跟2011呢 都有迅速的往下滑弱的趨勢 那這個裡面的過程 就是他們有提出了很多的改善方案 可是到了2012年啊 喂 突然又大幅的往上漲欸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可是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去分析 就會場來說 他們的管控是非常好的 整個會場的一個排放呢 從5050噸一路滑到只剩33噸 那最大的成長在誰的身上 在燦染者的身上 他有一個比較高比例幅度的一個增加 所以他們呢 就開始去檢討要怎麼樣來想辦法 能夠讓這個部分可以再做一些條件 所以他們在2012年執行完畢 因為他們這個展都在年底 所以他們大概整個計算完會在2013年出來 所以他們之後就會針對2013年的整個展覽的規劃 會跟這一些參展的廠商會去做一個檢討 那接下來呢 我要帶來跟各位分享 2015年的世界博覽會將在米蘭來舉辦 而且他們已經開始很多的這個promote的一個活動 那甚至於呢 他們在今年的年初已經規劃出來了 他們呢 將要把這個2015年的米蘭的這個世界博覽會 做一個所謂的整個博覽會的一個碳排放的一個盤場 他這邊已經提了 那包括他們的辦公室啊 包括他們的這個博覽會的場區展覽的這個各個點 還有整個的一個活動的過程 那當然也包括了不管是你的這個人員的一些運輸啊 或者是飛機物啊 那你投入在裡面的一些資源、能源 這一些都會納入檀查 甚至於呢 他們還考慮到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有一塊土地 它本來喔 不是拿來做這種展館用的 那我為了這個是博會 所以我把這一塊土地啊 拿來做了一個運用的變更的時候 經過這樣的過程 它有沒有可能增加了碳的排放 或者是降低了碳的排放 或者是增加碳會的可能 所以他們也把這一塊呢 也把它一起一併的考慮進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哇 這個已經是全世界 大家所共同關注的一個項目了 那像這樣士博會如果要談起來 我有一點很難想像 因為那個規模這麼大 每天參訪的人次這麼多 當年那個上海士博的時候 因為剛好我去上海集合啦 所以就剛好排著 連著加入我就去了 那個每個館啊 排的真的是 我就在想說 因為年初的時候 我們英國他把這個project呢 沒有給我 然後請我提供一些專業的諮詢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外貿協會 我們的這個南港展覽館跟我們的這個 這邊的展覽館都做得太好了 我們的這個Cat Study呢 都送到了英國 我們英國那邊都有很大的肯定 所以他就發來台灣 所以請我們提供一些技術的support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些成績 那只是呢 我們現在大概就是做到這個階段 盤查 下一步是什麼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思考 而米蘭的這個士博會 他已經透由其他一些人的這個experience 然後再加上他們自己初步的一個評估 他們呢 甚至於已經有了這樣的一個策略 有了這樣的一個策略 什麼策略呢 他們的首要目標 是希望可以降低個人的一個旅行的探阻機 因為我們剛剛可以看 我們說雖然以日本 他的這個交換運輸這麼方便的狀況之下 他的這個來參訪的人的探阻機 都還是佔了一個很高的比例 等下你來看我們台灣的 那更高 等下後面的案例我們會提到 所以呢 他們認為啊 這個來參觀者的這個相關的這個traveling的 這個相關的排放 是他們應該首要要管制的 所以他們提出了幾個想法 第一個 他們會主動透游即時的那個GPS 來去監測你的每一個這個traveler 他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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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ing的一個習慣 一個model模式 然後隨時提供便宜一些資訊 這個就讓我想到呢 在2010年 我們的花博的時候 我只要人啊 去到了任何一個那個花博的展覽區的附近 我的手機馬上就有一個簡訊通知我 某個館 現在的什麼什麼館 那個什麼 排隊的領牌啊 已經額滿了 不再發放了 或者是說 目前啊 這個館 還有可以去排隊領這個牌子的 或者是什麼什麼 有什麼活動 他其實就告訴你 那其實也是類似這樣的模式 也就是說 欸 這樣子的一個思考模式 在台灣可不可行 也是可行的 但是我們沒有想過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呢 當然他就因為監測到了你的 實際的狀況 所以他也會透游這樣的一個 即時的一個系統來給你一些建議 你現在如果要來這個 各個這個展館的時候 你有什麼最佳的選擇 他也會即時的來提供給你 然後透游 因為太陽即時監控了嘛 GPS都紀錄了嘛 所以他就可以把這樣的資訊 拿來做一個計算 拿來做一個計算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國內的案例喔 我們其實也啟動了很早 到2010年開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電路板協會 他們的一個這個展覽的案例 那當時呢 整個盤查出來的結果喔 在會場的部分呢 大概佔比其實也還好 大概十幾個percent 主要就是以店為主 那主辦單位他還有一些印刷品啊 這個佔比都很低 那麼在這個案例裡頭啊 我們發現參觀者的這個交通運數佔了50% 所以這個就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麼高耶 所以這個勢必是接下來我們在辦各種會展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降低的 而且現在燃料這麼貴 如果你能夠降低 自然就是你的一個成本的節省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我們在2011年針對自行商協會 那整個自行商協會呢 它的整個base有比較大 攤位也比較多 那所以它的整個的盤出來的數量就會更大 那麼可是呢 我們因為呢 每年盤的不是同一個展覽 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去做比較的活動 可是 我們的外貿協會仍然做了不少的事 他們建立了這樣的一個網站 我很建議各位去看 因為它在這個網頁裡面提供了非常多的資訊 它甚至呢 發展出了所謂的這個環保低碳活動的一個指引 你怎麼樣來辦理一個比較低碳的一個會展 那它就提供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是剛剛我們那個自行車協會的最後的結果 在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他們就提供了一個會展的產業地和的檢核表 那包括從你的展覽的籌備期開始 你有哪一些item是可以去檢討的 你可以先去做一個review 然後呢 你來考慮我這一些item裡面 我有沒有可以能盡可能降低碳牌的這個地方 那包括呢 這個你的印刷你的資訊的提供 然後你的展覽的期間 那包括你的紙張的使用 以及呢 你有沒有辦法再做回收 怎麼去降低你的這個物料資源的投入 有沒有可能盡可能去用一些無害的這些產品 那還有呢 就是你怎麼樣做一個非常好的綠色行為 那這個是針對會展展覽 可是呢 事實上呢 在這個網頁裡面呢 它還發展了一套什麼東西呢 發展了一套所謂的低碳會議 因為我們的展覽館不只是提供 像今天我們就是在展覽館辦這樣的一個會議 辦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那這樣的一個會議跟研討會呢 事實上呢 它也有一個同樣這樣的一個travelist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使用 所以我很建議各位如果有時間 就到這個網站上去看一下 它的整個的這個list 而且盡可能呢 把它拿來引用 那我相信呢 外貿協會也會在針對這幾年的一個實際的結果 會一直在修正這個channelist的一個表單的內容 會讓它更實用 更豐富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